星星宇 我是 星星宇 我是從三月一日練到拍完 加油 加油 對 到我現在肚子好餓 太累了 呼吸 要調節 然後很多要學習 我當然可以說是很辛苦 但我是覺得說 確實辛苦 但就是你要做一件 就把它做好 開車 行動 台灣亞彭彥 一眼不驚人 死不休 這一回他要挑戰 自行車 職業車手 超過高 超過高 我們左邊看我們蟹瓜 左邊看 超一定的 可以先算嗎 對 再低一點 好 好 1 7 2 3 4 8 1 4 5 5 5 從笑稱自己還滿喜歡被虐待的彭于晏 這幾年為了言什麼像什麼 不只把胸肌腹肌練出來 體脂甚至超到只剩3% 幾乎要練成十項全能 他左手股斷過 根本贏不了任何一場正規的比賽 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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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競爭的世界 輸贏就是現實 全集體操MMA綜合格鬥 到最新的自行車車手 彭于晏堅持 要演 看起來 就要像 所以我是一直在 各個全導演要拍的地方都在練 所以我也不覺得說很辛苦 那我是覺得說 這是必須的功課 那今天你要演一個 這個運動員 這段時間是很值得的 因為這段時間半年你可以去體驗一群 運動員他們的生活 那種爬坡辛苦 你可以了解到他們的內心世界 就是這種拼搏的鬥志 鴻魚厭化了13年 從小清新暖男 蛻變成讓人驚艷的猛男 從台灣偶像劇跨足大螢幕 再演到屢獲提名肯定 成為兩岸三地的電影一哥 彭于晏靠的 絕不僅僅是運氣而已 現在的彭于晏 用心有款 小時候的他 也當過童星 拍過廣告 雖然身材也曾遭盡 那時候你想看 一百五十幾公分而已 八十公斤 小學畢業 這個不容易吧 後來彭于晏就出國念書 直到大人嫩年 誤打誤撞 進入演藝圈 開始偶像劇歷程 每一天 都有一些事情將會發生 想和你走最終 想要你牽我的手 傻傻的你不該說愛我 一開始是一個偶像劇演員 他就是 其實他是在極力地擺脫 那種偶像形象 你當過童星 一開始 風在前 無懼 快啊 雨嵐到他 快 彭于晏對自己的高要求 除了為不服輸的態度 來自單親家庭的他 更為了給媽媽最好的生活 我記得我媽常說 她年輕的時候 外婆常常想要這個 環遊世界 然後她沒有機會陪她 所以她走了 然後我就記得說 我 那我拜我們請 不好意思 這一回彭于晏就邊拍戲邊帶媽媽環遊世界工作即使累也無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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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們這時候 細節表演上面一樣 所以真的訓練是非常密切 而且確實是真的 比任何的運動都來得累 每一天你早上起來 3點 4點 5點 早上準備好 開始就起到收工 每一天都要有這個狀態 我的眼淚流星輩的時刻 你有沒有過 其實一開始籌備的時候 我有想到是有提升 我拍的時候 什麼東西都沒有去 去用到那些東西了 這個下坡是時速非常快的 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你基本聽不到別的東西 你只是聽到自己的心跳 予料 好 每一個演員都受過傷 撿輸 撿輸 好 這次不知道要把我們全部弄上 最後可以自演 因為我們很想這幾個年輕人 終於走到他們的理想 出現在世界級的賽事裡 這場不是錢可以做到的 這個基本上是攀車世界的Promion 因為敬業 所以就算心驚也會硬驚 現在的彭于晏不只是漂房保證 是武打運動角色的普洱人選 還因為異正異邪的氣質 被歸類成演技派演員 未來他期許自己